股市罗宾汉 由罗文斌分析师 带您综横股海 掌握标股先机 欢迎收听 股市罗宾汉 领先投资就是在 本节目由News98 与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直播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 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菲萍 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 冲通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老师好 老佩平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我们看见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江湖瓜指数的 今天最低在我们的 17042点 最高来到170154点 收盘的时候涨了56点 来到170140点 才要总值是 3765亿元 来听我们 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档股票 奇洋是三天三根涨定满 恭喜大家 除此之外我们的雨智 两天17%这样的一个涨势 听众朋友们 也是相当相当的亮眼 除此之外 老师有跟大家说 你不知道的NVIDIA 加上我们的AI的概念股 这档股票 今天也攻上了涨停板 真的是太开心的一天了 谁说听众朋友们 接下来的盘势 到底接下来要怎么样来掌握 个股要怎么样来操作 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赶快请见我们专家 罗老师 我想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基本上还是延续了 昨天的一个涨势了 即便在涨幅上面 没有像昨天这么的一个大 但是基本上也是维持在 这个所有的均线之上 那代表相对之下 这个多邦 他还是握有一定的一个优势 不过我也说过了 以目前整个大盘的 主客观条件来看 你马上要去突破 这个六月中的一个高点 17346 我想这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观察 因为毕竟 我们看到目前整个 新台币的汇率的部分 它并没有呈现是一个 大幅的一个升值 而且从外资 整个布局的方向来看的话 它即便不看空 但是它也没有看大多 那如果说不看空 但是没有看大多的情况之下 那我说过 它看法就是中性 那中性可能这个行情 就不上不下 在这边载幅载车 所以我想在有进一步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新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证据出来之前 我认为 我想整个大盘 我们还是认为 它就是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不过只要行情 在一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震荡 那我说过盘面怎么样 它就会标股 标股满天飞 你看今天 即昨天 到这个盘面上 一大堆涨停板之后 你看今天盘面上 是不是还是有 二三十家是涨停的 上市十六家 上柜十三家 有没有 就是标股满天飞 那这其中 包含谁涨停了 包含我们的奇阳 有没有 这个三五六四 这个奇阳 今天又拉出第三根的一个涨停板 恭喜大家 而且是三天三根 那另外 我在昨天里面 告诉各位 有一档股票 你一定要趁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先布局 先卡位 有没有 我告诉各位 它是大家现在还不知道的 NVIDIA 加这个AI的一个概念股 有没有 我昨天还特别 让大家来做一个登记 你看今天果不其然 有没有 直接就发动 而且一口气怎么样 就攻到了涨停板 你说哪一个会来不及 好 那这些股票 我想我再进一步的 会再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但是问题就来了 我说盘面上 这么多的一个股票 涨停板 对 对不对 可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末天赚金铁 你买三是没赔掉 这么多涨停板 看似 哇 好热闹的行情 对不对 但是投资朋友 你赚了几个 没有在你家 对不对 你要怎么样能够掌握到这些 会喷啦 会创高啦 会飙的一个股票 你怎么样去 你能不能赚得到 我想这才是重点 对不对 很多投资朋友 看到今天 哇 什么股票快涨停了 赶快去追啊 但是我说过 这个方法 你也用这么久了 对不对 那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当然我指的是赚到大钱 大钱 对不对 现在有多少股票 今天涨停板 结果明天 莫名其妙 就开低就下去了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去追涨停 有没有让 有没有感觉 你的风险 就是让自己 暴露在一个 很大的一个风险之上 你的风险很高 你的胜算数就很低了 对不对 这个是我一再告诉各位的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你按照 我的方式来做 我只问各位 你会赚不到吗 不会哦 对不对 我们就说了 刚刚我们说的奇阳 有没有 三五六四的这个奇阳 我这样说好了 你不要看他 哇 从上个礼拜 我一根涨停 昨天一根 到今天又一根 连续三天就三根涨停 把三根卡起来 都撒得啪 但是我问各位 你可以去问问看 会员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我们在上个礼拜就买好了 对不对 我们不仅在上个礼拜 就买好了 我们在昨天一开盘 没多久怎么样 还做加码 对 对不对 你看今天拉起来 又创了一个 五十六块八的一个 破断的一个新高 你告诉我 如果你买在上个礼拜 你昨天又加码 今天拉出第三根的 就三天三根 你哪一个来不及 都来得及 你哪一个赚不到 你告诉我 对不对 奇阳做什么 奇阳我说过 他就做什么 他就做散热 什么散热 现在最新式的什么 双向式的 静默式的 水冷的这种解决方案 专业 这个方式 是黄仁勋 清点的 未来的 要解决AI 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因为高速运转 高速运转 当然散热就很重要 对不对 可是散热 你依照过去的 什么风扇 什么散热管 那都没够用 现在就是要用水冷式的 对不对 你看摩托车高阶的 是不是也都是怎么样 用水冷式的一个散热 对 对不对 那种重型机车 有没有 一样 这个就是高阶 未来专门 整个AI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那当然讲到 这个所谓的一个 双向式的 净润式的 这样的一个 水冷解决方案的话 当然大家第一个 想到的是什么 广运 对 而不然广运 标得那么高了 而且怎么样 而且又被分盘交易 难道你去买它吗 当然不是 对不对 当然不是嘛 那我说过 那当大家在讲广运如何如何 我们带着会员布局的 却是齐阳 为什么要布局齐阳 因为 他跟广运 本身 广运 当然是 目前最好的 大家最公认的 也就是 这个水冷式的一个代表 对不对 那 其实齐阳 它个合作对象 就是广运了 对啊 而且还有公园院 技术挂波茧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 随着广运 每天这样喷 每天这样创高 它齐阳 有没有机会 能够做比较 当然有啊 有 所以我们布局的 就是齐阳 三天三更 你有哪一个来不及 你哪一个赚不到 对不对 雨智也是一样啊 今天 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涨了7% 两天是7% 对 我们买在上个礼拜 你说你赚不赚得到 今天雨智也创个新高 94块3啊 你哪一个会来不及 哪一个赚不到 同样的 今天我说 还有一档股票 是我昨天 我昨天特别紧急 要各位赶紧来做登记的 这档你还不知道的 NVIDIA加AI的概念股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我要昨天紧急的 要来让大家来做一个登记 我讲这个稍后 我会再告诉各位 好 那我想再进一步讲这一档 你不知道的AI 加上NVIDIA的 这样一个题材之前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好 在端午节前 其实端午节回来到今天 也不过就第七个交易日 也不过就七天 还不到两个礼拜 也没有很长的时间 大家记忆应该都非常深刻 在端午节放假之前 我送给各位什么 两粒 黄金粽 两粒账 有没有 黄金粽 一个一号粽 一个二号粽 有没有 还记不记得一号粽什么 一号粽就是100块以下 对不对 那二号粽是50块以下 当然一号粽 我已经公开给大家了 就是6111的大雨滋 对不对 你看一号粽 从放完假回来之后 礼拜一直接先喷涨停 对 礼拜二再来一根 连续两天两根 有没有 有 你哪一个会来不及 都来得及 你哪一个会赚不到 都赚到了 好 那随着 好 这个黄金粽一号 也就是大雨滋 喷出去之后 是 我说 那既然一号已经喷出去了 那么你要赶紧掌握二号 还没有发动 对 因为它本身会有怎么样 会有一个前后的一个顺序 所以一号既然中了二号 你要赶紧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没有 当时我没有提醒各位 有没有 哎 这也是一档怎么样 利多正准备要发酵的股票 有没有 而且市场上还不知道 所以这样的一个利润 接着现在空间最大 利润当然最大 而且现在还没有发酵以前 没有人跟你抢 你要买多少 有多少 你买的低 买的到买的多 有没有 未来一发动 你就是赚得到赚得多 而且还赚得快 对不对 然后到了昨天 就这档股票 到了昨天我发现 我事先帮各位所掌握的这个题材 对 昨天已经在市场上 已经开始有一点准备要发酵这种味道 已经有人在提了 那既然已经有人在提代表 他准备怎么样 他准备要发动了 是 即便我们都已经不好局了 但是所以我说过 你还没有跟上的 那你赶快把握着最后的机会 所以为什么我在昨天要紧急的 要在节目里面开放 让大家来做一个登记 把握最后的买点 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看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 他是怎么样 他是一场价格低50块钱以下的股票 有没有 那我说过 他未来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进展 有没有 那到底是什么 像爆发性的进展 等一下我公开你就知道 好 那这个利多 今天果然一发动 股价一发动以后 你看今天 如果说你有在盘面 你在这个盘中时间 你有去看这些专家权威在解盘 今天有没有一大堆人就在讲这档股票 甚至于在讲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说过未来一个大技术 而这个技术是什么 这个技术就是什么 就是CPO的一个封装的一个技术 很多的什么叫CPO的封装技术 你可能还搞不太清楚 是什么一个CPO 对不对 那我告诉各位 我们刚才也讲到 现在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就是AI AI就是高速运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过 AI高速运算之下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散热很重要以外 那我问各位 AI接下来这个生成是AI 它其实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大数据 它根据一个大数据 大资料库 然后它会伸出你 你给它什么任务 它会从这个数据里面去找 高速运算里面 帮你找出你的答案 对不对 原因就对 好 那我请问各位 既然是大数据 居然是高速运算 它传输重不重要 散热当然重要 传输重不重要 传输当然也重要 你传输慢 你高速运算有什么用 我东西传不出去 传不进来 慢半拍 你踏车 你是怎么传 对不对 所以传输也很重要 但是传输 按照过去的一些光学元件 你在支援1.6T 跟3.2T per second的时候 其实会又或者 在更高速传输这个数率的时候 你会遭受到什么 遭受到极限 我的容量就这么大 我再高我没法抖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你一定要有新的 你要解决这种 巨量的一个资料传输 或者移转的问题 你一定要有新的一个技术 所以包含像辉达 大家所熟知的NVIDIA 包含像Intel 甚至最好 就是我们的台积电 有没有 他们都普遍一致性的看好 一个技术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CPO 也就是什么样 共同封装的光学元件 这个是解决 这个高速传输 尤其是for AI的 最好的一个技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谁能够援我这个技术 是不是立马就水涨船高了 那你看又有台积电 又有NVIDIA 有没有 我告诉各位 就是NVIDIA加台积电的一个概念 而且是大家还不知道 今天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我老早在什么时候 我老早在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前 我就带你先布局了 对 对不对 昨天我还紧急加开 有没有 紧急加开 让各位怎么样 来赶快做登机 你说你哪一个会来不及 当然我讲到这边 大家也都知道 讲到CPO 是不是就是3363的上权 上权 你看今天开盘都还 开盘都还不到半根停板 是不是开在平盘附近 高一点点而已 你说你昨天来的 就算你是昨天来的 你会来不及吗 今天一样一根掌停 就在你家了 那更不要讲 我们在老早 对不对 就已经先卡位 先布局了 所以是不是又再一次的印证了 其实做股票 你方法一定要对 好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来赚不断好行情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马上回来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我们的专家 进场来布局 跟着罗老师进场来布局的 好朋友们 3564的起扬 三天三根 涨定满 涨定满 除此之外 我们的雨智 两天涨了17%这样的一个涨势 还有昨天老师跟大家分享的 你不知道的 NVIDIA加AI的概念股 这档股票就是我们的商权 今天也攻上涨停板 真的是太开心的一天了 最后天我们到底接下来 我们要怎么样 跟进老师的脚步 进场来布局 我们的专家罗老师说了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方法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而且走在故事的前面 就可以赚波段好行情了 最后天我们不要忘记了 今天节目节目最后的广告 记得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先跟大家讲一下电话号码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这样的好康讯息之后 你一定要打电话进来抢命额 今天偷偷告诉大家 只有时隔名额的限制 来 先告诉你电话号码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带头的电话号码 节目最后的广告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哦 023659333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沛平 问你要请到的是我们的专家 乔首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我们的奇阳是三天三根 涨停板 与至两天就17%的涨势了 你不知道的NVIDIA 加AI概念股 就是我们的什么 上全这档股票 今天也攻上涨停板了 就听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 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到底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 进场的布局 下一档好股票老师 我想我们在刚刚进广告之前 再一次的重申 再一次的叮咛 对 重置是一波对的行情 重置是一档对的股票 你也要用对方法 你才能够有怎么样 有最佳的效果 是 我们刚刚提了 黄金中一号二号 现在你一号二号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一号大宇兹 二号就上全 三三六三 对不对 今年涨停板 有没有 好 那大宇兹 你这样说好了 你跟着我 在发动之前 你看我们会员 从八字头开始布局 九字头继续再买 纵使你没有来得及 八字头九字头买进的 你看你来拿黄金中一号 当天放假回来 都还有平盘让你买进 后来连喷两根涨停板 纵使这两天整理 这中间还吞了一根跌停 但是你只要买在发动前 你有哪一个是撞不到的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看到 它连喷两根涨停 你是追在一百一十二块半的 你看你到现在 你解套了没有 你还没解套 你还在等解套 对 同样一档股票啊 同样一个题材啊 对不对 上权不也是一样吗 今天多少人在讲上权 多少人在讲CBO 对 对不对 甚至于今天还有会员告诉说 老师啊 今天有一大堆名师 有没有 也来追我们的股票 3363的上权 那我认为是好事 因为好的股票常讲 好的股票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取 有钱我们一起赚 何乐不为呢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纵使好股票 大家共襄盛取 这是一件美事 但是你真正要成为真正的大赢家 你真正要能够赚的最多 真正要能够赚大钱 关键在哪里 关键你要走在股市的前面 对 刚大宇之就不说了 上权 大家都知道 我们多久了 我们在放假之前 就把它当成黄金送送给大家 是 你看你布局在40出头的 跟今天你看到它涨停板 大家都在讲CPU 大家都在讲上权 你到48.75你再来追的 差别在哪里 差了将20% 对啊 差别就是差了将近20% 那你差了将近20% 你成本将近高人价20% 你风险是不是就高人价20% 对 那你风险高人价20% 你的胜算是不是低人价20% 是 相对的你的利润也被压缩 至少20%起跳 没错 那这样你怎么能够真正赚的最多 对 所以是不是又再一次的印证了 我说过 纵使是一档对的股票 纵使是一个对的行情 你也要用对方法 好 那接下来 7月份 对不对 我说7月份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什么全新的开始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月份 对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季度 那更是一个全新的怎么样 全新的一个下半年 既然是一个全新的月份 全新的季度 又是一个全新的下半年 我说过 半年报结算之后 就业内法人来讲 他们的一个绩效 就等于是怎么样 重新再来 所以对于接下来 他们会有重新的一个布局 那全新的布局 那对我们来讲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计划 当然 对不对 那不管你前面上半年赚了如何 赚的多 恭喜各位 下半年我们继续来 对不对 赚的不够多 没关系 我们步伐调整一下 下半年赚了回来 把上半年少赚的 怎么样 没有赚到了 连本带利 加倍凤凰 给他赚回来 只是你要怎么做 所以注意听了 好 来了 你接下来 对于下半年 你有所期待的 那我们今天给各位 一个预约 下半年的一个活动 预约下半年的活动 什么叫做预约下半年 就是我说过的 接下来 业内法人 它会有全新的一个布局 全新的方向 对 会有全新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每一步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先 你只要先准备一百万 好 你只要准备一百万 我来帮你规划 好 那帮各位怎么样 能够先顺利的跟上 我们接下来最新空间 最大的一个标的 好 最重要的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 你能够紧跟着我们的脚步 让我一路带你 从现在一路赚到年底 不止如此 还要赚好 赚宝 赚满 好 那今天前十名 我们的预约下半年 今天前十名 打电话进来的 我直接让各位来做体验 好 来听我们的心动部 马上行动 只有十个名额 老师要带大家预约 我们下半年 你只要准备一百万 来帮您规划怎么样 从现在一路赚到年底 让你赚宝 赚好 赚满 但只有十个名额 心动部 马上行动 赶快打电话进来 抢名额 龙斌老师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 好股票 三五六四的齐阳 今天三天三根涨停板 然后涨停板 今天还是涨停板 恭喜大家 最后还有我们的雨智 两天17%的涨势 还有你不知道的NVIDIA 加AI概念股 就是我们的商圈 今天也攻上涨停板 恭喜我们的伙伴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所有听伙伴们 想跟着老师继续来布局 我们下一档好股票吗 来 今天老师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预约下半年 你只要准备一百万 帮你规划 从现在一路赚到年底 让你赚宝 赚好 还有赚满 但是今天只有前十位好朋友们 要给大家直接 怎么样 开放你来体验 欢迎听我 赶快拿起电话 现在就播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大力图乌电话号码 赶快拨动我的阵线 023659333 预约下半年 你只要准备一百万 帮您规划 从现在一路赚到年底 让你赚宝 赚好 赚满 前十位好朋友们 直接开放体验 赶快打电话进来 太开心了 023659333 023659333 我念最后一遍 念慢一点 023659333 赶快打电话进来 就现在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吵连 午后 518659333